大力跟你们支持 但是本期就是要看到绩效 这个很合理嘛 主委我这样要求很合理吧 毫无保留支持我们圆明会 讲到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就心痛 立委庄瑞雄指出 在立法院大力支持园区之下 园区却交出游客入场连续五六年 免费票占比超过一半以上的绩效 查看园区票价规划 其中针对年龄在六十五岁以上 及六岁以下公民免费 也就代表园区年轻族群游客少得可怜 你努力了些什么你告诉我 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DIY的活动 加入了DIY的活动 还有就是一些年轻人闯关的活动 还有体验的活动 讲出一场串改进措施 包括管事改善 乐舞创新 甚至结合国外艺术家策展 就是想吸引更多族群的游客 甚至在疫情期间 也祭出多项入园优惠 不过这真的是问题主因吗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了 那你长期只是免费的 这也是我觉得撑不了多久 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改善的空间 甚至于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 或原住民的年轻人来参与设计 立委郑立文建议 管区设计应该与时俱进 并透过科技技术增加互动设备 也提升游客参与感 烂绿立委接连炮轰 原明会主委则出面灭火 承诺将针对园区问题做出改善 原市新闻 阿拉斯许家荣立法院采访报导